我身后就是曾经四栋九冰工厂的厂区大门 四栋九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线时期建设的一个冰工厂 它隶属于洞六一基地主要生产航空雷达 大门的旁边就是当年的办公楼 这是大门里边 厂区周围群山环抱 云雾缭绕 这边都是车间 左手边是电镀车间 电镀车间的对面是表面车间 就是喷漆的 喷漆的这个车间 它上面这个楼是名牌车间 就是客名牌的 大田门的里边是当年的金库 存放黄金的地方 冰工厂里边怎么会有金库呢 主要是这个雷达的精密件 它需要用黄金做 这个冰工厂它的车间太多了 我都记混了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除了刚才说的几个车间 还有热处理车间 机动车间 器材车间 器材库 还有原件车间 还有油库 油库里边的油 主要是用来清洗原件的 就是清洗上面的油垢 这是当年的设计大楼 军品都是在里边设计 这个设计大楼的对面 这个大房子是当年的设计库 里边会设计一些民品 冰工厂后来接了一部分民品订单 这个民品订单呢 它的设计就在设计库里完成 再往里走还有一个总装车间 就是生产成品雷达的地方 我刚才去还找着了 再去迷路了找不着了 不过去了 上面其实还有油库和原件库 厂区大门一出来 这些楼都是当时的家属楼 现在还有老员工在里边住 厂里的员工加上家属 总计4000元左右 也是一个大厂 这个楼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这是当时的百货商店 这上面还有名字 这些楼都是当时的家属楼 这里是曾经的子弟学校 现在还是学校 成了民办学校 这个是冰工厂里的一处建筑 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用途的 这是一个圆柱形的建筑 它这个大柱子高12米 整个建筑都是用石头砌成的 这个是扇子型的楼梯 这还是对称的 看起来挺美观 正着正着 这位大叔当年就参与了这处建筑的建造 我听那位曾经参与过施工的大叔说 当时这些石头是用手幅拖拉机拉过来的 拉过来之后呢 这个石头垒的时候都是人工抬上去的 十几米高 石头砌成的柱子 它的这个直径超过一米 你看往前是上坡 越来越高 这边是最低的 越往上 它是越高 正门就在前边 这里是正门 这边地势高 所以呢柱子就比较矮 也就三米左右的高度 大家现在能看出来它是做什么用途的了吧 这是一个体育场 圆形体育场 正门的上面是放映室 这里边可以放电影 这是当时放衣服的地方 就是他们打球的时候啊 把衣服脱下来就搁在里边 这个体育场的设计者叫洪昌印 他是中专毕业的时候 分配到四栋酒兵工厂 基建科 他既是设计人员 又是施工人员 可惜 他英年早逝 听说已经去世了 这座体育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 有四十年左右了 原本这个门口都是有大门的 是铁门 上面以前也有铁栏杆 包括这个 这里边都有门 但是现在都不见了 这上面还写着拆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在这个体育场的周围呢 我也没有发现文宝碑 他目前可能没有受到一个有效的保护 我有一个想法 能不能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三线经验博物馆 既能对这儿的建筑遗址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还能供后人参观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也能为当地创收 带来商机 这里就是曾经的四栋九